公安已经开始使用手机扫描银,任意检查过往民众的手机,公安拦停路人后当场进行。 就能侵入被检查者的智能手机,提取和分析联系人名单、照片、视频、社交媒体贴文和电子邮件等内容。 而北京火车站的公安更坦白,只要是维稳需要手机取证时,他们就可以拿到这种设备。 从2016年开始,中国各省的公安局基本上都购买过计划购买扫描手机数据的设备,费用约为1900万美金。 而据陕西中科荣贵安全科技公司的销售人员透露,全国只有两个省份能有订购他们生产的手机信息采集系统XDH5200A。 自由亚洲电台随后报道称,XDH5200A可获取国内外50多个品牌3000多块手机的逻辑数据,不仅能够提取手机中的各项数据,而且还具备恢复和删除的数据,破解手机密码,提升手机权限等功能。 而该公司另外一款XDH2100A手机信息采集系统,则支持其取手机上各种用户信息,即使通讯类应用程序的痕迹记录与解析等。 中科融会公司拒绝了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要求,而被路通社提及的另一家提供类似监控设备的,均达成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,在接听采访电话时则称,我们是经常给公安啊、部队啊、恢复数据有一定的合作。 该报道引述旅居土耳其的维吾尔人瑞伐特指出,新疆早已被中共变成了打击中营, 在那里,手机监控是中共当局的常规动作,但未引起外界的关注,因此中共现在已经肆无忌惮地把监控试验推向全国。 旅居荷兰的计算机工厂师利敏则呼吁民主同家,透过高端技术来反制中共的策划专政。